好成地表最大规模民主投票 印度下议院选举完成计票 印度总理莫迪赢得第三任期 73岁的莫迪领导印度人民党 仍取得543个席位中多数席次 但远低于莫迪选前喊出的400席 表现不如预期 未来五年将需寻求其他小党合作 联合执政 欲九点七亿选民 自四月下旬到六月一日 一选区分七T次投票 满街可见民众售出紫手指 以表明他们投完票 防止重复投票和诈欺舞弊 这种难以抹灭的深紫色墨水 涂在左手食指与指甲上 已有七十年历史 全印度只有一家厂商 获全生产此墨水 主要成分为硝酸盈 但配方是商业机密 今年销售约两百七十万瓶墨水 获利破七百万美元 创下新高 也成为印度独特的选举风景 不过由于执政党没能取得理想成绩 脱了印度股市四日一度重挫8.5% 中场下跌5.9% 写下四年最大单日跌幅 市值增加近三千五百亿美元 大约11.4兆台币 分析认为印度通膨率与失业率居高不下 莫迪的认同牌已到极限 逐渐跌落神坛 未来执政之路恐陷严重动荡 三天新闻陈菲伯导 大约11.4兆台